葬儀機場 葬儀機場它是一個相當企業化經營的機場 而且它的一年出租人數可以達到八千多萬 我說在2019年的時候 當然在疫情期間它掉到一千多萬 但是它雖然那個流量降到六分之一 但是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機場全部把它自動化再整建 所以我常常說每一個危機都是轉機 所以我們沒有想到說他們利用這個 機場出租人數減少的時候 把整個機場大廈全部再改建一遍 這個就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地方 所以是這樣 還是那一句話每一個危機都是轉機 只是說要有勇氣去利用危機來做一些變動 而且他們的方向很具體很清楚 他們現在已經規劃到第五條跑道 然後大概在二零三幾年的時候就會開放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是整體的規劃長期物件 基本上他們現在有三個那個Terminal 就是機場大廈 那後來有第四個 現在在蓋第五個 所以他們也是預算說未來幾年會發展 需要可能會成長多少 所以我先準備那個容量 所以他們是一個有很預測未來做長期準備 在這幾年 在這幾年 快點給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